有些人覺得是你本人稱你邪靈 你的環境有時不是你管理的 而有那些偶像 我們可以奉耶穌可以趕他邪靈 在這個環境我不覺得代表你有邪靈 又不代表你的能力會減少 當然最好就是你的環境存在一個聖靈充滿的狀態 但在那裡不是你聖靈充滿得力的狀態 或者在你家裡來祈禱的地方 那些地方是聖靈充滿的,是寫靈的 那我也覺得不得 不覺得需要擔心人們上班 我相信很多人上班的地方 例如做酒樓那些 差不多每間都有一些關公 就不代表他一定會受打折扣 不信或是信任雖然不聽話 因為每一個人的生命是每一個人負責的 他家裡不聽話 跟我們有什麼影響 教會裡面他另一個人怎麼影響我們呢 在一個教會的聖靈同在的而有分別 教會儲而跟從神 神的同在是加強的 如果裡面有很多懶惰 你參加你的教會 那裡就不太聖靈充滿得力的 然後你參加另一個聖會 譬如在這裡聖靈充滿得力的 是完全遮蓋了那裡的餘藥 就是你有聖靈充滿的 就算你某些群體不太聖靈充滿 或者他們有聖靈充滿的 因為這是他的問題 總之你不是依賴他們 你是在神裡面 你不要讓他們控制你 你沒有一個依賴他的心 那時候我們就受他的影響 我自己就覺得是這樣 但是當然 如果我們周圍 我們的家 我們的造工的地方 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小組 全部都是一個好聖靈充滿狀態 每個人都很聽神的話 這個就是神喜歡的群體 這些人更加容易提升 的而且整個地方 譬如在美國有些地方 是很出名的 就是很多基徒 那些地方 那些教會是興旺的 所以如果我們 能夠將我們周圍的地方改變 或者有些人在公司 帶領很多人 信耶穌又開團契 小組的時候 那個靈魂就加強 但是我們始終活在一個 不信的世界 總是會有一些 這樣的靈魂 但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加強神的活在 在那些地方 在哪些地方 能夠做到 任何聖人 你還可以看